我是仙游 是一名专业的非专业选手 不思不觉 已经玩了5个月的和平精英了 我跟你讲啊 打这种局啊 我轻轻松松就可以灭住了 这把不用怕了 直接跳那个最多人的地方 就是那个科学馆 好 我们直接跳顶哦 快速捡好一把箱 然后这时候我们也听到一个脚无神 不用怕他 直接干他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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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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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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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走走走走 如果我讲这个是一个战胜局 你们信吗 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第二次复活机会 我们跳到这个小房子 哦呦 我闻到两个小臭味哦 哈 就是你们两个是不是 还不承认 还反抗吼 哈 拿捷把你们养肥了是不是 正当我在教训他们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脚气味 诶 就是你是不是 诶 拜拜 这就是专业的非专业选手哦 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你玩的你玩的你玩的 诶 收我收我 收我 切枪 然后直接 这房子有人 不过 我抢你我强者之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 我跟你讲他在这边一定 如果在这个位置卡他,他一定打不过 先声明一下,当时没有哭 就只是为什么当时我这傻逼这样 不懂这样被崩溃什么 我觉得有点奇怪啦,这个现实箱 OK,我们先抛开之前的事情 我现在不要认真操作了 我们要再浪费 就可以了 这样的事 这也是我和你 就想起来 就说话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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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